好,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七題 它說,如圖分別以一個直角三角形的三邊為邊長 向外做半圓形,大A、大B、大C 若半圓形大A跟大C的面積分別為32π 50π平方單位,要求半圓形B的面積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黃色的這一個 那它的三邊利用這一邊當做直徑往外做一個半圓 利用這一邊當一個直徑往外做一個半圓 然後利用這一邊當直徑往外做一個半圓 那換句話說,我得到三個半圓 大A、大B、大C 其中這個大A的面積,題目直接告訴我們說 它是32π平方單位 那大C的面積,題目也告訴我們說 它是50π平方單位 要求這個半圓B的面積 那我們來看這怎麼算 一樣這跟剛剛那一題的一樣 它其實是B式定理的應用 你來看,假設我假設這一邊的邊長是小A 這是小B,這是小C 那B式定理告訴我們說 兩股平方殼加起來會等於斜邊平方 所以A平方加B平方會等於C平方 小C平方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藍色的這一個半圓 它的面積怎麼算呢 因為它的直徑是這個A嘛 所以它的半徑當然就是2分之A 所以我在算這個A的面積的時候就會是半徑乘以半徑乘以π 那由於它是半徑乘以 那由於它是半圓而已嘛 所以還要乘以一個2分之1 那算出來呢 它的答案呢 就會等於8分之A平方π 所以大A的面積就是8分之A平方π 那大B的面積 那大B的面積呢 大B的面積 它的長度直徑是B 所以半徑一樣是2分之B 所以它就是半徑乘以半徑乘以π3.14 但是由於它是半圓 所以再乘以1分之1 算出來 它就會等於8分之B平方π 所以這個B就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B就算出來了 那你來看斜邊的平方 斜邊這裡是小C 它的半徑一樣是2分之C 所以大C的面積 一樣是半徑乘以半徑乘以π 再乘以2分之1 因為它是半圓 所以它會是8分之C平方π 就是它的面積 那你來看喔 一個的面積是8分之A平方 一個是8分之B平方 一個是8分之C平方 那你來看喔 8分之A平方 我寫在這裡π 然後這裡是8分之B平方π 這裡是8分之C平方π 我們來看一下這 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在這一個式子裡面 如果我把這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抱歉 等於C平方 全部除以8 它是不是會變成8分之A平方 加8分之B平方 會等於8分之C平方 如果我再把它全部乘以π 就會變成8分之A平方π 加上8分之B平方π 會等於8分之C平方π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8分之A平方 就是大A 8分之B平方 就是大B 8分之C平方 就是大C 所以A跟B加起來就會等於C 那因此如果說 它告訴我們說A是32 然後B不知道 C是50 那我大膽的猜B 就是18π 所以我就知道B 會等於C 減掉A 也就是50π 減掉32π 等於18π 這就是最後的答案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題 它是考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B式定理的應用 它B式定理告訴我們說 兩股平方會 會等於斜邊的平方 那這一個平方呢 跟它這個半圓的面積啊 事實上有關係的 它是8分之π乘以這個邊的平方 一樣的道理 這個B啊 是8分之π乘以B平方 C是8分之π乘以C平方 小C平方 所以它也會符合這個B式定理的規範 那因此我就知道 A跟B這兩個半圓的面積 加起來會等於C這個半圓的面積 這樣這一題就可以完成了 下一次 積子 下一次